9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,有一个妹妹,爸爸是电工,妈妈是幼师,从小胆子大,方向感强,爱探险。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,美女四岁时就赶自己从市中心走路一个小时回家,从小就爱组织同学一起玩。 2014年考上了一所211大学汉语言专业,大学期间还去了斯里兰卡,开拓了视野,树立了梦想。 毕业后又当上了985的研究生,很多人以为美女家庭富裕,其实都是靠自己打工,奖学金等省吃俭用来穷游的。 硕士毕业后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做老师,却得上了焦虑症,生意不了领导,之后四处旅游,最后决定到澳大利亚做保洁,一个月能节约2万人民币,很多人可能不理解, 但是我还是很赞成的,做人就一辈子,必须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心做,毕竟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梦想还是很值得的。